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国王和王后唯一长大成人的孩子 也是大革命期间唯一幸存的皇室囚犯 王后在分娩过程中 由于房间不通风 婴儿差点窒息而死 最后路易十六打开窗户 让新鲜的空气进入房间 婴儿才苏醒了 王后说 可怜的小家伙 一个儿子将属于国家 而你将属于我 夏洛特在出生当天接受了洗礼 路易十六是一位溺爱孩子的慈爱父亲 而母亲对孩子比较严厉的管教 玛丽王后不希望女儿傲慢 经常邀请地位较低的孩子 来和夏洛特一起吃饭 教导女儿要了解他人的苦难 王后和夏洛特向盲人施舍 路易十六拜访贫苦农民家庭 国王被他们的困境所感动 把他随身携带的钱包给了这个家庭 一位知情者在一篇报道中写道 1784年元旦 王后把一些漂亮的玩具拿给夏洛特 王后说 我很想把这些玩具当作新年礼物送给你 但是冬天很艰难 有一群不快乐的人 没有面包吃 没有衣服穿 也没有木头生活 后来他们把玩具送给了穷人的孩子们 在夏洛特和家人被囚禁在圣殿塔监狱 他的亲人一个个被带走 从没有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知道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他在监狱墙上刻下了这样的字 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 他得不到他母亲的消息 也无法和他团聚 尽管他已经问了一千次了 活下去 我的好母亲 我深爱着他 但是我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我的父亲啊 请从天上看顾我 我的上帝啊 请原谅那些让我父母受苦的人 1795年8月下旬 夏洛特的一位女伴告诉了他 夏洛特的父母 国王 王后 和姑母 伊丽莎白夫人 先后死于断头台 弟弟 路易十七 病死在监狱 夏洛特痛苦地大声哭泣 只剩下他独自囚禁在圣殿塔监狱 他反复读着仅有的两本书 祈祷书 效法基督 和一位法国剧作家的航行 1795年12月26日 这位孤儿公主 在17岁生日前夕 法国革命政府 用他和奥地利交换了一批囚徒 1795年12月31日 法军和奥地利军 在莱茵河边停火 公主离开圣殿塔监狱 抵达维也纳 开始了她的流亡生活 夏洛特投靠她的叔叔 普罗旺斯伯爵 作为俄罗斯沙皇保罗一世的客人 住在拉脱维亚 由于幼年国王 路易十七的去世 宝皇派宣布 普罗旺斯伯爵为路易十八 新国王起草了维罗纳宣言 召唤法国 重新投入君主制的怀抱 1814年 拿破仑第一次倒台后 波蓬王朝重新掌权 关于波蓬王朝的复辟 我们以后再详细讲 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的弟弟 孔达兔瓦 阿兔瓦伯爵 后来的查理十世 是宝皇派领导人 他确信君主制 是绝对的神圣权力 由于路易十八没有孩子 他希望他的侄女 嫁给阿兔瓦伯爵的儿子 也就是萨洛特的表弟 路易安托万 恩古连公爵 萨洛特同意了 婚礼于1799年6月10日举行 路易十八于1824年9月16日去世 他的弟弟阿兔瓦伯爵继位 称为查理十世 夏洛特成为法国王太子妃 1830年8月2日 随着法国七月革命的胜利 查理十世的统治被推翻 被迫退位并再度流亡英国 查理十世1836年10月6日逝世 享年79岁 1844年 夏洛特的丈夫 昂古莱姆公爵去世 夏洛特搬到了维也纳郊外 一个城堡居住 1851年10月19日 夏洛特因肺炎去世 被安葬在查理十世 和他的丈夫旁边 他的墓碑上是法国国王王太后 因为他的丈夫自称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九 夏洛特一直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尤其兰 尤其兰 尤其兰在遇到拿破仑之前 曾向朋友们讲起 在他的少女时代 有一位黑人预言师对他的预言 在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和手挂之后 有一天你会戴上王冠 成为不仅仅是王后 拿破仑仲 拿破仑和约瑟芬 这两位出生在法国边缘小岛的局外人 他们成了法国皇帝和皇后 这个预言 仿佛带着某种巫术魔咒的力量 神奇的应验了 1635年 冒险家Pierre Dotsnambuk 德斯南布克 遵守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旨意 占领了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岛 这座岛重属了法国 巴赛 塔瑟尔家族是法国贵族 于1730年左右 在马提尼克岛建立起来 塔瑟尔家族的代表人物 是拿破仑的妻子 法国王后约瑟芬 历史资料没有详细确定他的血统 但有资料显示 是德斯南布克的妹妹 阿德里安的后裔 白人、黑人奴隶和浑血儿 在这里生活 人们热爱赌博和随时准备决斗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 Paul Guggen 保罗高庚和Sharle Laval 查理斯·拉瓦尔 在马提尼克岛上画了许多作品 在线了马提尼克岛的历史场景 一望无际的甘蔗田和烟草田 到处是果树的绿荫 热带花卉和鸟泪 闪烁着色彩 农历家庭的小屋和菜园 骨仓和红瓦屋顶的圆末方 岛上有医院 看守所 遍布糖果店 可是岛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社会 沙龙 最后终于有了一家印刷厂 才有了报纸 一位同时代的人直言不韦地说 种植园主的理想只有一个 就是赚钱 为了逃离这个人们生活无差别 没有荣誉 除了商业利益之外 没有任何令人兴奋的地方 沿着一条临间小路 穿过一条小河上的石桥 就是塔什尔一家的大木屋 约瑟夫经营一个甘蔗种植园 拥有黑人奴隶在种植园劳动 他有三个女儿 长女约瑟芬1763年出生 当时的名字是 Mahie-Rouzée-Houz 罗斯 二女儿 Kathleen-Dissichy 凯瑟琳1764年出生 小女儿 Mahie-François 弗朗索 弗朗索瓦斯1766年出生 约瑟夫虽然是贵族 但他是一个失败的赌徒 濒临破产 而且健康不佳 历史学家们描绘了 约瑟芬少女时代的浪漫画面 他和黑人仆人一起说故事 唱歌和跳舞 他和女孩子们一起攀登马提尼克岛的绿色山脉 在森林水池中赤身裸体的沐浴 奴隶们的巫术和预言深深影响了他 特别是黑人预言师的那个预言 热带生活的自由野性的节奏 造就了后来的约瑟芬 1757年 法国海军少校 François du Boarne 博尔内侯爵抵达马提尼克岛 担任总督 总督和贫穷而胸无大志的 种植原主之间的社会距离 起初是很大的 直到总督认识了当时20岁 身材高挑 金发碧眼的 尤菲米 尽管总督肩负军事责任 而且已经有妻子 但仍然对尤菲米陷入了迷恋 尤菲米是约瑟夫的妹妹 也就是罗斯的姑母 这位姑母对罗斯的影响很大 那时尤菲米刚结婚不久 她的丈夫是博尔内侯爵手下的下级军官 她指责她的丈夫试图毒害她 因此尤菲米的丈夫返回法国 并在巴黎提出分居 1761年 英国舰队对法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而博尔内上校的救援迟缓 显然是因为她的浪漫关系而分心 隔年 博尔内被解除指挥权 并被召回法国 尤菲米也赶到了巴黎等待机会 意图把情夫从妻子身边夺走 博尔内侯爵走的时候 阿里山大还是婴儿 他把儿子暂时留给塔莎尔家照顾 亚历山大五年后返回法国父母身边 罗斯十岁时和他的妹妹 凯特林迪西奇 凯瑟琳一起在岛上的皇家宝学校 接受教育 他们学会了阅读写字 唱歌跳舞和刺绣 1766年 岛上发生了严重的飓风 船被击沉 很多人死亡和受伤 许多种植园被摧毁 塔莎尔家的房子和种植园也被摧毁了 塔莎尔家从原本的大木屋搬到自家的糖果店楼上居住 亚历山大16岁成年 优菲米和博尔内商量 决定让亚历山大迎娶塔莎尔家的二女儿凯瑟琳 然而这时凯瑟琳忽然因病去世了 塔莎尔家怎么能失去这么好亲事 1779年10月 约瑟夫带着罗斯前往法国 亚历山大看到替换的新娘非常震惊 他不喜欢罗斯 但结婚仪式仍然被长辈的坚持在1779年举行了 他们的婚姻当然不幸福 尽管他们有了两个孩子 亚历山大生性风流 不久就和情妇同住 罗斯和孩子们住在修道院 费用由亚历山大承担 亚历山大成为一位革命者 担任国民议会的议长 负责革命政府的军队 罗斯以为他的童年预言正在应验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 亚历山大输掉了战斗 革命政府认为他是贵族 是敌人 1794年3月2日 公共安全委员会 先逮捕了亚历山大 4月21日又下令逮捕了罗斯 他们被分别关在监狱里 每天早上 狱卒都会宣读一批囚犯的名字 然后被斩首 而没有被叫到的人 也没有任何喜悦 因为他们马上会是下一批 1794年7月 亚历山大走上了断头台 五天后 因恐怖统治倒台 罗斯被释放 出狱后 罗斯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深深的创伤 他必须想办法养活他的孩子们 法国大革命也终于传到了马提尼克岛 那里发生了叛乱 他回去过一次 炮弹就落在他身边 本来就贫穷的父母 也没有任何财产给他 他必须要寻找一种 在法国社会生存的方式 据资料显示 罗斯并不是十分漂亮 但他风姿处约 行走的时候不太慵懒 轻盈 优雅 他的声音非常性感 低沉而富有音乐感 在巴黎生活多年的他 已经不是那个贫穷 没有受过正规法国教育的乡下女孩 他着装精致 一太高贵 马提尼克的玫瑰 自由野性恰到好处的 收藏在他的性格里了 罗斯的故事 何止是白手起家 可以相提并论 他把自己包装成 一位非常迷人的法国女人 他已经周旋在 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中间 巴拉斯是当时政府的治理者 罗斯再次认为 他找到了实现他的预言的人 在人们眼中 他和巴拉斯好像是一对恋人 但是不 他们只是互相依靠和利用的好朋友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 巴拉斯是同性恋 此时的法国是一个打着革命旗号 而实质是流氓们争权独立的国家 法国和邻居国家都处于战争状态 而巴拉斯这些人 正以一种放荡的派对和狂欢的方式 管理革命的法国 不过 这对罗斯来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期 怀才不遇的拿破仑 终于进入了领导政府的圈子 给予施展自己最大的报复 而这些领导人认为拿破仑 将是他们手中的一把剑 将为他们的统治服务 巴拉斯邀请拿破仑 参加一个社交派对 事先巴拉斯告诉罗斯 在聚会上要好好招待拿破仑 要赞扬他的才能 并且要表现出对他的兴趣 而巴拉斯也向拿破仑明确表示 如果拿破仑娶了罗斯 将被任命为陆军将军 巴拉斯是心甘情愿地 撮合他的情妇和他的信徒在一起的 关于他们的相遇 资料上有些不太相同 总之 罗斯是捕获者 而拿破仑也抓住了罗斯 他们同时抓住了这次机会 拿破仑急于寻找一位 能帮他更快上位的女性 这位一直向他信魅的 有意表现出富有 机智周旋瑜达观贵人 优雅精致成熟 非常法国的女人 正是他的目标 他已经决定放弃那位 任性的小女孩未婚妻 德西雷雷雷 而表面上是迷人交际花的罗斯 丈夫被斩首 自己也从死亡幽谷逃出来 身心受创 也急需要找一位可以长期依靠的 安稳的男人 这位26岁的年轻军官 虽然比32岁的罗斯年轻6岁 也暂时看不出 他以后能成为国王的迹象 但是拿破仑有他独有的魅力 他狂野机智 最重要是他表现的单纯和坦率 似乎不让人猜疑 他会说俏皮话 像孩子一样顽皮和贪玩 罗斯想 他将会是一个好父亲 好吧 我现在可以安定下来了 我们的生活将恢复正常状态 然后一段世纪之恋开始了 拿破仑喜欢称呼他名字中间的部分 约瑟芬 1796年1月 拿破仑向约瑟芬求婚 1796年3月9日 他们结婚了 在结婚证书上 约瑟芬把自己的年龄减少了4岁 拿破仑的年龄增加了18个月 这样使这对新婚夫妇年龄大致相同 但这段婚姻没有得到 拿破仑家人的满意 他们对拿破仑娶了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年长寡妇感到震惊 但无论如何 历史记车记载这位因拿破仑而成为王后的女人 名字是 名字是Rusophine Bonaparte 约瑟芬 约瑟芬 婚礼两天后 我看到你难过 我的灵魂因悲伤而破碎 你的爱人不得安宁 但是 当我屈服于这种统治着我的激情 并喝下那燃烧的火焰 哦 这个夜晚 让我不安 大自然赋予了你精神甜蜜和美丽 只有你才能感动和统治我的心 你太清楚你所统治的心灵王国了 我独自依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但你会来不是吗 阿姨 蒜客